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年初一 代鼠何道行呢? 祝大家新年進步, 心想事成 Hello, 代鼠1, 1, 2 快點來訂閱, 按讚和讚, 麻煩, 多謝了, 大佬 Wuber, 到底派什麼車號呢? 各位觀眾, 本領到最佳Uber 車系就是Tesla 又不用入油, 又不用做Service 最佳車系還不是它! 啊呀! 死開了你! Tesla真的很棒, 如果當Uber 是一個自己的生意 而只需要計算營運成本的話 Tesla就真的贏了 但除了省了有錢, 電動車的保養費用真的很低 可以肯定, 未來5-10年電動車 將會全面取代汽油車 但今天就不說太遠了 暫時來說, 電動車的高昂入門車價始終是硬箱 買Tesla 做Uber 車 絕對是一個高投入低回報的項目 Tesla 的入門車系, Model 3 來說 最低消費是75.5澳元 如果分期五年付款, 以3.97的利息計算 每星期的公款都要345元 月供要1380元 聽到這裏, 你可能會說, 喂! 佩豐! 不是吧! 都見到很多漂亮的車做Uber 對了, 說得沒錯 所以今集, 開啥車最適合做Uber 之前 首先, 我們要把Uber 司機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 瀟灑, 慈仙營 嘩, 真是英俊得他 這一類是最受Uber 和乘客歡迎的 因為這類司機是最不計成本的 他們一般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種就是虛榮浮誇型 所謂虛榮浮誇型就是買了一輛漂亮的車 平時有空駕駛一下Uber 賺夠公車的錢就算了 香港前幾年都有很多買Tesla做Uber 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 如果你可以玩到這麼困難 基本上根據自己買車的喜好 和公款能力買車就可以了 另一種就是新手便利型 為了新手體驗 初初試駕Uber 的 和想著上班順路車多個客人 純粹為了於人方便的就是屬於這類型 基本上你駕駛現在擁有的車就可以了 因為都是屬於短期目標 而且不會增加太多額外成本 例如油耗、保養、保險和deprecation等等 來到第二類司機就是悠閒生活型 當經過新手的階段 計算數就覺得Uber 適合自己 每天Uber超過三個小時 而每星期超過二十個小時都屬於這一種 你就要開始考慮找一輛適合自己的Uber 在這時候你首先要考慮就是駕駛成本 一定要考慮的因素包括油耗、保險費用、保養、車價 每項因素都要計算在內 基本上Uber超過的有價錢 補充費貴、保養貴、駕駛的跌跌 不省酒也大食也要好啊啊啊啊啊啊啊 要賺到車價那麼便宜、車價那麼便宜 車價那麼深、油價那麼少、那麼少 討論什麼都要抵抵抵抵抵抵 masuk 所以我個人建議可找一些3至5年的二手車 油耗 계속在4.5-6Lkm 左右 邏輯 más 低利闊 車價最好爲近2万澳洲 細細 Potter 小精幹最好 不得太豪華 不得太寬敞 老實實 因為行日星期一-五 大部份時間都是1至2個乘客乘客 而且車資就是最低Uber X那隻 這隻才是最多人乘客的 如果你買大一點的車 有的做XL 你星期五、六晚上開 人們出去派對 很多時候會六、七個 你就會有很多訂單 但平時就不會太多 你不需要駕駛這麼大的車 去兜1、2個乘客 那些油費會浪費 而且那些車的車價是比較貴的 Depestation 是很高的 就好像我這樣 我就會直接買一架2萬元左右的新車 貪它有5至7年的保養 你不用煩 你差不多駕駛5年 然後再換另一架新車 看你駕駛多少 如果你兼職 你一年都會駕駛2、3萬 5年都會超過10萬 那都是時候換車 所以最重要 這架就是賺錢 賺錢 賺錢就講求實際、實用、浪用 那千萬不要貪便宜 去買一些二手的歐洲車 比如說寶馬、RD 貪帥仔、貪有型 那這些不要 因為它Service貴很貴 還有很多小問題 那些很煩 那我就選擇這架 Suzuki Swift 那這個操控非常之好 而且呢 就非常之省油 還要Made in Japan 那樣 2、2萬元 裡面什麼都有 OK的 好啦 第三類司機 就是實幹型 所有全職投入做Uber 每日工作超過7至8個小時 都是這些實幹型的司機 因為這些實幹型司機 每日長時間在車上工作 所以一定要考慮整體的舒適感 加車成本 所以那些一定是選擇 油電車或者柴油車的 但是我個人建議 就是Toyota Hybrid Camry 因為市面上 現在大部分的的士 和全職的Uber 都是駕駛這架 為甚麼呢 這個油電混合車 就50個L的油缸 可以走到1,000km以上 車價就不會像Tesla 而且車身很寬敞 很舒適 司機又駕得開心 乘客又坐得開心 而且現在Toyota這些Hybrid 車 相對上 就比較保值的 很搶手 你可以買一架新車 駕駛帽大概32,000km左右 不過聰明一點 可以找一架三至四年的二手車 大概23,000km左右 最重要是駕駛得過癮 Corola Hybrid 都是正的 不過Hatchback後座太窄了 Corola要買Sedan 寬敞一點 不過價錢跟Corola Camry 不會相差很遠 不如索性買Corola Camry 另一款可以考慮的 就是柴油車 就是Hyrunda i40 不過價錢跟二手 Camry 都是相差一點 不如買Corola Camry 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純粹個人意見 可能你的看法不同 不過是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而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就麻煩幫忙Subscribe 按Like 和Share我的節目 多謝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